謝謝Quina 然後也謝謝Andrea 這樣子特別的邀請我來 然後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Selling可能會比較特別 因為這次我跟小島 邵爺公共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是不是大家可以到一個線上的 Line上面的一個對話空間 然後我待會其實會有一些筆記 或者是有一些文字跟圖要分享給大家 然後做討論的時候 我可以比較具體聚焦一點 然後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透過Line這個空間 做就是隨時的發言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台上台下 就可以隨時做合作為一個對話 然後是不是大家可以 你可以先掃 然後大家可以掃這個 這個訊書 然後要麻煩大家關靜音 因為我可能就是 可能總共有五六張七八張圖 然後也會是到時候交流 可能在場的作品就很好交流 但不在場的作品 我們等一下看起來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可以比較具體一點 然後我們就先講到這一邊 然後我自己是要先 我先介紹一下我今天大概想要做的一個節奏 因為 所以 問題就先調給我 今天可能我個人會感激去小檔的創作 可能有一個角度就是說空間的問題 就是說藝術家他怎麼樣在工作室裡工作 然後工作室怎麼樣是一個非常 在畫面中可見 或者在他的創作脈絡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空間 當然 大部分的藝術家都有工作室 但是藝術家的個體怎麼樣回應工作室 作為一個空間的體驗 然後包括疫情中 從疫情之後 這些空間感怎麼樣有不一樣的一個線索 在創作中出現 然後再來就是說 除了藝術家在工作室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空間就是畫面空間 畫面空間我們可以講的非常多 所以我今天可能也不一定講得完 但我想再拋出幾個線索就是說 除了畫面的空間以外 還有作品從工作室離開 到了展覽空間 那他要經過怎麼樣的轉移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再從展覽空間 最後再回到藝術家的創作的出發點上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今天講的 就是對話想要觸及的一個問題 對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對話是有一個 有一個主題的 我就先用文字的方式貼在這個對話組織裡面 那 這一個開場其實他有比較長的一個觀察太多 就是對我來說 我會關注小大馬就是 從2000年初一直到現在的創作假設 出分成三個類型 我們現在開始了對不對 對 你可以開始聽 就是我自己感覺比較有意思是 其實你從頭到尾都有不一樣的 對於工作室的回應 那我們先從你的字畫上 真的有嗎 等一下我來拆解 然後你來判斷我講的合不合理 但我想先請您介紹就是你怎麼樣看待你的最早的創作的主要線 就是自畫像 我覺得舉起說是自畫像 我覺得其實也是一個 後設的結果 我沒有一定要說它是怎麼樣心理完成或自我補助的一種字畫像 但是我覺得從工作室 但是我覺得從工作室直接跳進你剛剛講的工作室 我覺得工作室對於創作有 有決定性的影響 就是你每進入一次創作的時空 你都是在跟環境對話 雖然創作的主題是你自己 但是其實你都是每一次重新進入環境的這個時空裡 然後對我而言工作室它不只是工作室的硬體空間 它其實是以整套的生產創作流程 以及生活流程從生活內容的捕捉到材料的蒐集到實際的創作 以及它一天的時程run down 它是一套一套不同的語言 雖然不見得完全的會在每一個時段的作品呈現 就是一定有那麼大的不同 因為我自己沒有在觀察我自己 但是事實上每進入一次新的工作室 那你都好像在試圖 雖然我今天早上跟你講的時候 然後你先試圖擠壓自己一次 先在這個工作室試圖擠壓自己一次去產出一些像樣的作品 然後接下來也再試圖去捕捉這個新的流程 藉由已經創造的內容 再來捕捉新的韻律與內容 你就是工作室給你的東西 就好像我們今天早上在談的 畫畫的過程中 其實它其實一直在等待的 是一個第一個反饋畫面給你的第一個訊息 與其說我在面對工作室 其實我其實跟面對畫不一樣 我其實一直都在等待 我一筆下去 表面上是我投射我自己 但其實我真正在尋找的是第一組訊息的人過來 然後如何接觸這個訊息 然後與他回應的創作的過程 為什麼從這邊才開打 我個人會很感興趣就是說 其實它是一個 對你 因為其實我覺得畫家各有各不同的工作方式 對 可能有你的工作適用於某一些畫家的工作 那我覺得您的特性主要是說 它有不斷的凝視畫面 然後再去看它出現了什麼 它不一定是你原本的意義 然後它是一個不斷反饋的過程 是 也就是說 畫面當初的對象 它是一個部分 畫面當初對象只作為踏腳石 藉口 對 那 當初的對象有可能是自畫像的 一個形象 你可能有自畫像的形式 或者是以各式各樣的主題出發 甚至很多時候其實出發就是一片混混的出發 那你只是在決定你哪一刻進入這個觀測的模式 就是觀測這塊現況 然後這一團模糊的東西 然後我會再注意到就是說 非常多人在描繪你的 就是 試圖描寫你早期的作品的系列的時候 跟你自己一樣的狗 然後你把它放到畫面上來玩 然後我個人會比較感興趣的是 其實你在畫狗的時候 其實是跟畫你自己的方法是比較接近的 把自畫像跟狗連結在一起 它其實是後端串連起來的一種說法 其實真正的如果去回溯當年 比如說2002年在西班牙開始工作 這就是這個狗的這個主題 其實自我這個主題的 它其實真正的原因是 我在那一個時空裡面 剛好在畫這個主題的時候 找到了一連串表達 繪畫內容的方法 以及它初步的創建了 我對於這些畫面空間打開 透過設斬或透過置地 或透過局部的形象 組織出自己第一套創作語言的方法 倒並不一定要後設的 雖然我為自己也這樣子解釋 所以倒不一定要從自畫 自我的捕捉 或者是對於狗的那個 我是說在這一切的 在那個時空裡 以這個題材打開的過程中 它有一個門突然向我打開了 在這 對 然後我會感興趣的是 讓我們稍微跳到當下 就是說你自己在累積這十幾年的工作裡面 你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能捕捉的東西變多了 然後這個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你能夠捕捉的東西 比如說從2000年那個時代打開的 它就好像是你個案創造力的那個溪流 突然找到了那個 出了這個峽谷 到了一個出海口 突然就可以衝出一大片沖積扇 那這片沖積扇裡面有很多的養分 隨便打開來通知你的 那你原生的創作能量 水流決定了這個沖積扇的廣控度有多大 可是隨著你每一個腳步的探測 你也在發現你的創造力的那個 局限所在 一方面你的創作的內容 增加了 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開始看見 他能量不足的部分 然後因為我覺得可能最有意思的是 藝術家怎麼樣去捕捉到外在空間 就是說不在工作室的事物 你是怎麼樣就是說在這一個 在工作室中的工作去捕捉到 可能是非常遙遠的東西 對你來說這個過程是怎麼樣的 現在對話對我而言有點亂 因為我們早上其實就見面了 我們很早就開始在談這些問題 很多話都已經談過一次 我會一直在想說我是不是說過了這些 而沒有說過那些 我覺得早上我們就描述過一次 其實我覺得有一部分的我的創造的 創作的模式有點像是AI 早期某一段時間有點像是AI算 就是我們迅速的下筆 臨在筆尖 後方觀測 以及筆尖觸畫面 同時造型同時是色同時是筆 這個要四通把打打開的空間 同時另外有一個程式隱約的打開 就是有點像是現在這個AI算圖的狀態 就是你隨時隨地在向外撈取一些存在現場的訊息 比如說意識深處很遙遠的某一塊綠色的地毯 或者是某一個樓下有一個孩子穿著那個溜冰鞋 他手下面的滾輪 你一直在用最快速的方式 就是你在做的同時 那個方向同時開啟另外一個程式 一直在把新的訊息一直在快速算進來 然後你用你的餘光還是心向迅速觀察 然後迅速又把它丟掉 然後你好像跑了 我亂講啦 假設跑了一百個畫面以後 突然會有一個畫面 Bling 它是好的 或是它是比較好的 它那個東西就會把你原本運算系統 文字脈絡系統 你的語言脈絡系統以外 自己自身以外的東西 突然就雜交進來 那那個我不知道下面有沒有回答到 對 因為我自己感興趣的其實是 外面的東西怎麼進來 然後一開始怎麼樣 就是一開始你怎麼樣去定義理念 那我個人其實會覺得 早期看到你的字畫像 然後特別是看到你畫你自己的狗的時候 其實那一個景象相對是比較單純的 或是說這個對象是比較明確的 然後好像有一個過程就是 往外走的過程 然後我覺得那個往外走 其實如果用 譬如說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可能是 William Kentridge 就是肯特里奇 他自己會講就是說 畫家在工作室中 然後他會走 Kentridge Kentridge 他會強調就是說 他有一個內跟外的過程 就是說工作室內的藝術家 往往嘗試處理工作室之外的風景 然後是這樣的從外面跟 內在空間的交互過程 然後好像這個過程在你的工作中 體現的就是早期的這種形象 然後你慢慢再把東西加進來 然後他這個複雜的畫面 以及複雜的空間感 藝術家要怎麼樣在你的筆觸跟當下的時空中 去梳理這些複雜性 我覺得你這一套 講的都 很理性 但是其實就算早上描述 創作的當下其實是一個 沒有先後 沒有前後的一個混沌的時空 對於一些比較 工作程序比較嚴謹的 藝術家 也許他們存在一個事物的先後順序 可是對於我這種亂七八糟的畫家 這個事物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辦法確定 這個畫面現在畫下來的東西 接下來還存不存在 以及到底他是作為一個觀測的字典 還是他現在其實就是一個表現的核心 大部分的時候 所有後攝的畫面 雖然有些時候 他有一個觸發的起點 比方說早上我們講到那張大夜行船 裡面有一個立馬鬥跟 跟那個 雪浪洪恩的明代的 辯論的一個故事 有一個萬利最後一年的時空背景 那個是我啟動的第一步 可是他最後其實走到畫面裡面 他完全成為了其他的東西 一旦進入充足的程序之後 場景 如果你持續的follow他 場景內容筆刷 他會takeover整個行政的流程 然後其實大部分還有一個就是 失敗和放棄 拋棄原來的散落的這一套不斷的 否定的過程 這個什麼的 逃避現實的這個過程 不斷失去援用支持的這個過程 如果你持續的足夠敏銳 我現在講的不清楚啦 但是如果你持續足夠敏銳的拋棄有前端的敘述的話 最後就會出現一個很完整的 而不需要組織的大下構就會自動出現 我早上好像有講的比較清楚 但現在講的比較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可以稍後可以再多花一點時間慢慢談這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 你早上在講大夜行傳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具象的傳體 然後這個傳體其實是你在改畫的過程中 復現的 它慢慢出來 而且就是你的畫作其實需要長時間的觀看它 然後再看它給你什麼東西 然後你再重新放到畫面上這樣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明朝的典故 其實你之前也會說到 你不一定會跟大家分享 如果是我們正在看這件作品的時候 你可能更不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觀眾看作品的過程跟受到你用非常具象的文字去干擾 以後看作品的過程會不一樣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分野 就是說 藝術家怎麼丟東西 因為丟掉的東西其實就是在畫面以外 或者說在創作 你選擇把它放在創作的最前面 它不是創作最後在展場 展覽空間展示的部分 所以它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模糊空間 它可能一半屬於創作 你不想把它放在創作之外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就是在辯論這個空間感 就是說 你藝術家怎麼樣做一個決斷 還有那個創造的當下 它怎麼樣只有此刻 而沒有前跟後 這些剛剛我們描述的這個文字敘述的內容 包括描述那些 我啟動的這個 刺激我這個靈感的這個故事 對我而言其實只是一個 上樓工作的原因 它只需要支撐它的最前段 好像打開就夠了 那 一旦你的那個筆尖觸跡畫目以後 這一套敘事自動會增補很多的內容 然後 我覺得可以 要不要從現場畫面來談談 因為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你的工作方法可能不一定是計算過的 舉例 比方說最近篇那一張畫 就是那個高層浮幼海岸 它表面上的一個具體 都有每次在網路上描述過 有一個好像躺在下方 吃著頭四歲飛碎的人 以及它上面兩個 一個小女孩 碰上一個拿著吉他高歌的女子 以及另外它的這個黑色身體的另外一頭 是另外一個沉睡的 它彷彿已經進入一個場面 休眠的狀態 死亡的狀態 然後它上面 是一座樹林畫園 畫園裡面有 偷情好喝的人 然後小女孩 彷彿影響這個彈吉他的人 它另外它的視線的叫 在越過海浪的遠方 有一艘航空母艦 好像在進 也好像在出 不能確定 然後下面的文字的描述 它出現了高層浮幼海岸的 類似中國 調幅的這種 特徵 但其實也不是真的很典型 寫了一些刻畫的 刻下來的文字的內容 好像 局部的暗示了畫面裡面的珍珠結構 以及它似乎把這個時空 好像一個 對於台灣現況 邁入戰爭 或者是 緊張場景的 一種溫柔的 提醒 但是在這個畫的過程中 如果你去細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其實從這個畫的時候 從最左邊 最上面的那一半 開始了 那個畫面一開始 其實是一些 粉紅色的線條 然後它一些 無意識的東西 必須要出現 我為了想要保留它 以及使它成立 增加了咖啡色的線條 所以咖啡色的線條 跡象很慢 也開始局部了 有了 樹枝的特徵 它 某一個程度 我暗示了我自己 這個成為一個樹林 然後加上了 綠色的葉子的描述 然後 樹林的 它成為一個樹林的存在 突然確立 然後 局部 就以這個方式 它局部的發展了 它隔壁的另外一張 然後如果你去觀測 最左邊的海浪的部分 以及它中間的海浪的部分 以及最右邊 這個最後一張完成 最右邊的海浪的部分 你會發現 這三組的海浪 完全是三種完全不同的描繪方式 最左邊的那個海浪 它是一個長排的底刷 這樣子完成 然後上面點上一些白點 中間那張海浪 它是一鼓一鼓的三角錐的形狀 湧起的三角湧的方式 完成這海浪 以及到它下面 有一邊海浪開始拉出來 有一點浮世繪的特徵 到了最右邊 這邊的海浪 它其實又完全是另外一種 如果你看畫面 黑白部分的上方 你會看到一些 它曾經想要試圖 模仿中國古代書畫 裡面一些描繪 水的波紋的那個特徵 就是以一種比較細的 淡漠的形式 然後穩定的拉 然後到它下面 變成了一點帶有 那個 富士輝特徵的那種 那種積月的海灘 其實大概有四種海灘的 海浪的模式在這裡面 這個東西其實就說明了 這個東西 證明了這張畫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 構圖的特徵 它完全是以 當下人決定 以及甚至不去跟前面統合的 它甚至不試圖跟前畫去統合的方式 一再的拋棄它原有的敘述 比如說前面最左邊的那個海浪 到中間的海浪 到最右邊的海浪 以及海廟上方那個 這個穩定的波紋的那個敘述 它每一組其實都是互斥的 不能說互斥的 就是完全沒有企圖 要跟任何人要做連結 也沒有要自圓其說的這個部分 它這些畫就是在 如同我最前面想要師傅說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就是一直無止盡在拋棄 沒有的敘述 一直在拋棄前面想要成立的東西 我們其實在觀察的 並不是這張畫 與它前面 已經被繪畫的特徵 相容與否 繪畫性優劣與否 而是在觀察一個隱形 在畫面裡面沒有出現的 特徵 那個特徵是 我之前有一個描述的方式 就是好像有一個隱形的主旋律 你雖然畫面 你看著畫面 你在畫筆它 你在畫的是 你在工作的是這裡 但其實你在看的是 另外一個地方 像我現在跟你在對話 我其實好像在跟你回應的問題 但我其實一直在捕捉一個 我想要 好像重新在 一直在重新捕捉 我第一次在講這一段畫的 原初的那個影像 所以我好像 看著在現場 但我一直看著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畫畫的過程中 我在追求的 它真的現場 其實也是這個東西 但我要說的 並不是說 每一張畫都有這樣的部分 而是說我更 這是一種創作的狀態吧 就是我的理解是 用一種舞蹈的一會 就是接觸即興 就是說你看到 可能接觸即興 是一種可能幾個人在做的一個 舞蹈動作 就是說它沒有事先 rehearsal 那它可能是你看到別人 動了一點點手 那你就會反應它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會做更多 那反而是從 雖然是它先動 但是你 別人可能看到的是 另外一個先動 然後再慢慢的 用默契的方式 但其實是一個觀察的過程 它其實有一個東西 會自己會浮現 用剛剛你講的那個方式 比方說我要接你 就像是 你說跳舞 你做了一個動作 我去回應這個動作 我把它強化這個周波 就像我們這樣試圖進行一個對話 我試圖在你的畫裡面 找到一些火花 試圖把這個火花放大 但其實真正最重要的是 我們能夠完成一個 東西能夠丟來丟去這樣 而不是真正裡面的內容 它如何如何的完美 被鮮豔的描述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在繪製的 並不是一個所謂的圖像 或是一個影像 而是一個繪畫的那個 你在古著的反而是一種 繪畫的狀態很深 就是一種自我正確 我上一次好像有一次 在一個批評的描述裡面 好像有一段被稍微批評到了 也就是說好像在滿足某種 自身攀唱的自我正確 但我覺得好像當時 第一課好像覺得無法辦我 但其實我覺得其實它裡面描述 有一個部分是失去了 就是說這個並非是自身攀唱的自我正確 它其實真正在背後在補足的是 就是繪畫邏輯裡面 它自己作品本身在創造的現場 它有一個作品本身要去完成的自我正確 繪畫自己本身有一個它要 它會告訴你它大概要往哪裡走 你只是在反覆的去補作它 那你在補作的過程中 由於我們不是一個技術性指標的工作者 所以每一次完成它的過程中 都會丟失掉很多自身 就是不到位的地方 它重新會成形成新的敘述 而這些新的敘述 你不斷的被拋棄 不斷的在重組的過程中 它最後如果你持續夠敏感的關注 關注這個 Follow這個原則的話 最後它就會組成像這樣的畫面 或是大夜星傳那樣的畫面 它就會形成一個 前所未有的可以互相反扣的東西 當你一直拋棄裡面有的敘述的話 它最後可以反扣的 比原來你所設計的完美更多 那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方式中 我也不敢 其實我不是要完全說這是一種即興 其實它其實也是一種 它是一種浴室 就是它當然是觀察 它是觀察 對 它就是一種 你要透過觀察 然後看似即興 我覺得 我覺得接觸即興 對我來說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你看起來是一種 沒有排演的東西 當然是沒有排演 但它又有某種律動是共同的 因為每一個人本身自身都有它 它局限重複性 它自身本身就有一個自己 重複內在的某些規則和規律 它跟你的心智能量 以及運算速度有關 你要怎麼樣在畫面裡面先去局部裡面讀書 藝術家的某一種過程 就是說 它在這邊選擇抹掉怎麼樣的畫面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它又某個程度上是幻想性措施的再塗到下一層可能的畫面 然後你再把它用繪畫的過程把這個東西拉到前台 然後所以是一次一次這樣堆疊的過程 然後你最後再看它們這些互相錯位的素材 最後被連到一起 它是一種有機的關係 所以才會 剛剛我才會提所謂的接觸即興 就是說它們之間其實不是內在有關聯 但是被一個律動給結構了在一起 我覺得整體來講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然後我還想到第二個階段也就是說 或是我自己外在歸類的第二個階段 我覺得是為了今天的對話節奏 因為也不能無限的切割 然後我覺得最後我想要聚焦在這個展覽上面來聊 那第二個階段也就是 小神仙這個系列 我自己會感覺到 你在裡面有一種我這種程度上的劇場實踐 或是說物件在小神仙的展覽裡面有一個特殊的存在 那個存在就是說 你其實是用 這些物件存在於工作室的狀態 然後你給了觀眾一些視角 或是說一些景況 然後這些景況其實是非常接近 藝術家在工作室面對物件的一種 人跟物件的關係 所以你可不可以講講 你那場展覽什麼要製作的 那場展覽 其實是 因為場地很大 但是其實它的那個 資源很缺乏 就是它物展的條件 它經費很少 如果要實踐原本對於舞台的想像 那可能你做一面假牆 刷個油漆 所有的經費就用廣了 所以面對這種 結局的狀態 所以採用了 一種折衷的辦法 去看了前一場即將被 接菜主的蟹素梅的展覽 然後其他正在 因為它的資源很 贊助很多 資源很大 然後投放了很多 資源 所以它做了很多展牆 我就去跟它要了那個 木作的品 它即將完成的木作平面圖 我藉由一些篩檢 裁切 或是重新居部改裝它的空間 或是把空間挖動 把空間造成穿動 這些東西造成了 好像是一個 我擁有很多 好像變成了一個 新的現場 那這些挖洞的空間 我將一些 我工作室局部的 遺跡殘骸 不是 一些 現成物把它塞補進去 這些工作 就像今天常來我工作室 其實它是一個 微不主導的 很破破亂爛 比起別人的工作室 算是一個很 很弱的 頂樓架蓋的空間 這些 這些靴子啊 帽子啊 這些東西 它其實就是以一種 很 平凡不起眼的方式 存在於 過過世的各個角落 那今天我只是用 一個戲劇畫 把它 好像 藝術家賦予某種權利 一種觀察角度的方式 幫它 插入這個 呃 墻壁砍出來的那個洞 使它出現了一種 呃 自我的神光 好像 小神仙在這個 自己生涯裡面捕捉的一個 其實也不是 你說小神仙這個系統 其實我原本也不是真的在捕捉民俗 與神話 台灣的這個民俗神話的真相 而其實是在自己耳朵 從故障的這個過程中 一種自我完成的 自我療程 自我完成的一種 神話想像 那這個東西其實 跟我把這些物件 塞進這些小空間裡面 自我去 賦予神光的這個意義 其實類似相比 還有另外還有一層意義就是說 我把一個工作室封進了一個 門口開的一個展牆裡面 他其實放了很多工作室現成的 以及 以及他 就開了一個小門 裡面甚至還有其他的話 那其實就某一個角度 可以處理觀測他裡面 他有一種偷窺的特徵 但是其實他又不真正的 介入現場 他好像一直都很克服 他雖然表現得有點 浮誇張揚 但是其實他都謹守一個很克制 沒有出來的一個狀態 你的形容就是說 所有工作室的東西 是在牆內 不會出來到一個所謂的 戰場 對 因為 還有局部的話 可能 用 懸空連調的方式 他大部分是一個一個人 人物 像他產生一種角色在 黑暗的現場 出來的這個特徵 然後產生了一種劇場的感受 那這些設計 其實也都是在實際執行這個展覽的時候 去臨時 不能說臨時 就是在那個剎那去補救他 作為這個狀態的 存在狀態的 因為我個人會覺得你的創作的過程是這樣 就是說 你的創作往往透過某種矛盾的特質 來促使你互相稱稱 對 所以 呃 現場是非常重要 或者說你在當下 的 呃 判斷 非常 佔非常大的角色 比方說在做這個展覽的時候 美術館是一個嚴謹的工作單位 他很早就要確認你擺出哪些作品 以及哪個位置大概在哪裡 不論你如果給他Rough的 General的那個 他都 他會一再的比你具體化 然後他要給你 給出很多描述與敘述 可是我都是盡量 雖然我早就有一個我大概的想法 可是我都是好像 硬是在空中要去捕捉一個 最後一刻 我才要確定下來 比方說 我對於這個小蛇仙的描述 他後面有一段 我跟 呃 陌生人20年前的場景 跟這些東西 我都要等到 某一天吃完中飯 我遇到了這個 神奇的 教會的這個特徵 我把它寫成了一篇連書以後 我才要把它打進 我的那個 portfolio 就是交給美術館的那個 我最後 在最後一刻完成 這個 意義不明的 自我正確的整個串場 繞周 我才把這個檔案 丟給美術館 也包含在我身 做 小神仙在台北講的這個作品 他其實也是在 最後的那個 按出 送出鍵的那個下午 我把 我這一套關於 自我治療的 對於神話在地捕捉的這套系統 當場完成 就是當下 就像我現在跟你對話 去把它 創造出來以後 當下按出一個書 就把它送出去 我很有意識的 一直不斷的在捕捉這種 看似毫無意義的 靈機特徵 我們可以 我覺得我可以借那個 因為攝影術在那個 數位相機 出現以前 有一個詞 叫決定性的瞬間 然後 當然不是這個狀態 但我覺得可以借這個字 原本是在說 你按下快門那一刻 這個時間感會完全不一樣 會從流動時間 變成所謂決定性的瞬間 但我覺得你的工作就是說 它會有一個 因為當下是無法被延續的 但是你又必須 要創作你就必須做出一個 此刻的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它在概念上是一個矛盾過程 但也是一個創作過程本身 然後我自己會 比較關注的 除了你在小神仙這個系列裡面 其實這些靜物 它都會有 所謂室內 劇場的特徵 或是說其實也就是 如果大家有在畫室的經驗 就會知道 那一個視覺經驗是什麼 這是一個 但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你能不能講講 就是你在畫面上提字的這個過程 因為我在那個作品的展場圖裡面有看到 你有提過字 然後當然在這次的展場裡面 我們觀眾也可以看到這次展場裡面有字出現 然後是不是可以稍微談談你寫字在畫上的簡識 我寫字在畫上面可能從我大學時代就有過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 老師評估的過程中 一代被反覆訊問它存在的意義 以及反覆被檢討 到後來我產生了一種任性的自我安排 就是我覺得其實你在面對你自己的話的過程中 其實從來沒有人有資格去質問與檢視你 因為這些東西是否作為一個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每一個同學其實最後都會走到自己 離開學校自己面在工作室面對自己作品的一天 然後你自己如何充分掌握對於創作的自由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的第一件最重要的 開始有大量對詞書法特徵的作品 是在20012年到修正的一件作品 畫了一隻大的回頭六隻腳的狗 然後我在上面寫了一句波特萊爾的詩 那波特萊爾詩其實我的西文法文都不好 我請我的朋友逐字逐字的告訴我大概什麼 我們就是胡亂翻譯 然後當場把那個字寫在畫布上 就是把它寫下去 然後也沒有再講究書法的特徵也沒有 就是一個 好像一點點文人式的自我 跨意的書寫 甚至留不局部的內容 我還做了一些改變 然後 沒有人在等待我 是否會成為 這個主流開始說 你在做這個作品 但你並沒有要成為一個藝術家 你知道嗎?就是說 你跟你作品的關係 其實是很開放與自由的 這些作品 但我一旦 不顧任何人的眼光 我把這個東西自己把它鋪稱出來以後 我發現我獲得了一種 自由的權限 以及不再需要被解釋的這個特徵 還是怎麼講的?不會解釋 我覺得 好,我先講一下我為什麼會提的問題 我自己感興趣是因為 他一部分也解釋了 或是說 也是我開始關注你的畫面 跟工作室做一個重要的一個場景 很有關係 是因為 其實你寫字的方式 其實非常類似 就是書齋的那樣的變化 好,這是一個 他可能是意外可能不是 但我另外也想提的就是說 其實藝術家在畫面上寫作 他其實可以 被觀眾很容易的放到不同的脈絡裡面 有一些人的寫作 你看就是抽象表現主義的那種狀態 或者說他可能是德國 更接近德國的表現主義的狀態 或者是他又更接近 比如說紐約的土比亞 所以其實他是有空間 指向的 或者是說 日本人跟所謂 譬如說中國人 或者說 台灣的藝術家在不同的學院脈絡 他可能會體現不一樣的字體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今天準備了一些圖 然後就稍微做一些比較性的閱讀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覺得先從剛剛小檔說到就是說 某種在畫面上寫作得到某種自我肯認的自由這個角度來看 我想先介紹一下 最後發的這個圖片 其實是兩個上海的攝影家叫做鳥頭 所以他們是一個主客 然後他們最為經典的特徵 就是說在一系列黑白攝影上 他們會做華麗的裝表 以及他們標誌性的綁束 然後這些綁束 其實我覺得你剛剛詮釋的很好 就是 我覺得從創作者的角度 寫綁束再配上攝影 他絕對是希望要衝破某種 就是說 梅材的束 就是說因為梅材他會自身會帶一些條條框框 你不會預期黑白攝影上面可以寫字 那我覺得在小檔的脈絡裡面就是說 西畫的脈絡裡面寫 所謂的中式的字體 或者說他甚至有帶有某種歷史感 那這個歷史感 他當然是一種虛假的歷史感 因為你真正指涉 他並不是一個具體時空的歷史 所以他其實會產生很多種錯位 然後我覺得那種錯位 你剛剛就表達的是 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講 他是一種自由 對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也是鳥頭會寫文字的一個原因 然後我其實還準備了 另外兩張圖片 稍等我一下 然後我現在分享的這一張圖 是我前陣子在北美館二樓的一個展覽上 看到的就是台灣的藝術家何德萊 他在六十年代的一個作品 然後其實是全日文的一個新作 然後齒圖超過兩公尺橫幅 然後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其實你在一張西畫上 書寫文字 其實他也會影響觀眾閱讀圖的距離 所以那是另外一層空間感很厲害 你要他是兩公尺外閱讀你的畫 還是貼近像是書信一樣 讓你一個字一個字的閱 然後他也會影響就是空間的秩序感 畫面空間的秩序感 那比較特別是何德萊這幅作品 他其實五十五首他在六十年代往前推 就是一路上累積的五十五首日文詩 然後講的是他自己的生史 然後他用五十五個區塊 但是只有後來的就是解圖 才可以慢慢把這一整幅圖 拆解成五十五首分別的詩句 然後翻譯成中文 所以其實他一方面他特別有這種 1949年 不對1945年前跟後 所謂就是日子時期跟就是 就是國父時期的一個轉折的特徵 歷史特徵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想藉由介紹這幅作品來回頭看小黨的書寫 因為其實那個寫作 或是說你在飯房的木板上 去用類似淡漠的頂觸去畫的時候 他確實召喚了某一種 東洋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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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所以我想請你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說 因為在你的畫面裡面 一方面會有東洋化的那種感受 然後其實會 我覺得特別是在這一個現場 他有一些那種歷史繪畫長出現的主題 譬如說 還有船啊 然後可能有不同種族的人物 然後他們自己的裝扮 其實非常歷史時空特徵 所以我覺得會有歷史化的部分 也會有東洋化的那種質感 那當然我覺得最被大家寫到的還是說 譬如說表現主義的頂觸 所以我覺得他一方面有一種雜螺性 然後一方面 他又有一種文化特定性 也就是說你的書寫他會有一個 比較具體的來源 所以他的空間感是多重的 我就想說你會怎麼樣看待 你的畫作的某種時空屬性嗎 你是說船的部分 船的部分 或是說這個展覽的部分 首先這些畫幾乎都在一年之內完成 他 我具體來講船的部分 他其實真正出現船的第一招 是在那個入口的那個 不換華心的一個大的人馬 然後上面有一個彈吉他的男生 坐在他屁股上的那張畫開始 這張畫原本一開始交代是一個大的人馬 他背上做了一個彈吉他的小人 然後因為我想要消磨掉這個人馬的存在狀態 所以他上面前面 在這個小人彈吉他的人跟人馬的關係之外 我多加了一組隱形船的關係 這隱形船的前方畫了一個被捆綁 然後面容顏色的東方水手 他彷彿形成了兩組 以彈吉他的小人 形成了兩組不同的雙人對話關係 然後那個小船隱形的小船 就是作為破壞那個人馬存在感的一個強調的方式 當這一艘小船介入了這個創作現場之後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最開始這個小船的畫面就好像 還有看吉他的人 就好像得到了一個什麼能量一樣 突然大量的蔓延 不能說大量 就是四五張蔓延在我們創作的其他的不同的內容裡面 比方說 小船上他背後有一個噴火山的海灘 他是用一種很粗糙的比裝去完成 很簡筆完成的 有一對男女 然後以他們緊張的關係 到旁邊他左邊那張另外一艘黑夜裡面那個小船 有一個人撒亡捕魚 有一艘核桃小舟 裡面有三個漁夫 以及他遠方看到另外一艘烏人的小頂 呈現出一個黑夜中有一艘莫名不知道是否是出事故的小船 這樣的特殊關係 還有到這邊這個這個遠方 還有一個母艦的這艘船 或者是到大夜行船 他其實通通都用不同的描繪船的特徵 在包圍船這個主題 或者是彈吉他這個主題 我自己是想請你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然後我自己感興趣的切入點其實說 這些畫面是在怎麼樣的時刻一起出現的 然後因為我自己覺得 他像是你創作上的一個斷裂 就是說跟過去的斷裂 然後我覺得這個斷裂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是涉及某一種 一個創作的新的時空吧 然後這個新的時空 因為我之前讀你在談所謂的高展無憂跟疫情的關係 就是說疫情讓你進入了某一種不一樣的創作的體驗 疫情帶來一個很吊詭的東西 就像我之前跟你講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渴望加入這個社會的 但是我一直是在被社會的秩序海拘在外 一方面是因為我工作做一個創作者跟大家工商社會相抵觸的關係 另一方面是我耳朵故障以後 我一直調出大家的對話之外 我成為了這個社群關係的局外人 我一直長久以來都在被 就是我其實是渴望這個世俗世界的 教育的一切 可是很不巧的我一直都是被拒絕在外 知道這個世界失去了他大的秩序 就是疫情打開以來 我才好像終於獲得了他的入場券加入了他 也就是當太太有小孩失去了他學校的秩序 以及上班上學的秩序以後 我突然獲得了加入他們跟大家同步 我才跟大家終於同步在了一起 因為獲得了這個秩序 我使我以前一直習慣去標榜的一種放縱與自由 就像我前面一直在標榜的一種好像自以為任性 或者是得到了一個內心的安置 我得到了可以被關在這個 你今天來了我家那個小小舊公寓的那個頂樓 我突然也可以跟大家一樣被關在這艘小舟 你知道其實他也是一套隱形的小太空船 小舟之上 我好像突然得到了可以待在這裡的一個領域 另外一方面從創作上 早上我一直在強調我好像特別強調 會畫作為一個圖 幼稚這個怎麼講圖的這個特徵 不是一個影像的特徵的這個關係 我突然也以及我排斥照片或現成影像 作為介入繪畫的一個方式的起點 我從時在這一段疫情封鎖 失去秩序的過程中找到了 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的那一種秩序與安定 我拿到了圖片 我看到家人都在家的樓下 我突然可以不用再騎著摩托車出去 大繞一大圈找一大圈 就是各樣歪七歪八的理由 我可以安安心的走到我的樓上去 把我的圖片一片一片打開 我工作起來好像順暢滑順無敵 然後我過去所否定以為想要推翻的某種價值 與古物力的某種價值 他的邊界好像突然動搖了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說 你剛剛在講的你一直不喜歡的創作方式 是不是那種譬如說可能有上過美術版 然後看過那種養恩聲的那種繪畫 然後會就是所謂的抄照片 或是不喜歡拿照片在畫面旁邊 然後做混合 其實今天大部分的繪畫 很多位劉騎士標榜當代丟成的繪畫 其實他都有帶大量的影像感 他其實他真正參照的並不是他原初對於繪畫的想像 他出發其實一直是一陣影像 他在對於這個影像做一種淺層的視覺編輯與變奏 從以前Photoshop可能這副片翻轉 或是像Peter Doig 他對於某些畫面邊緣的重新界定 以及畫面邊緣以內的 你知道 他其實都是一種影像編輯的淺層邏輯 他並不是像這上一個世紀初 比如說Picasso或是野獸拍那個世紀 他是一個由筆出發的 創造出來的一個視覺繪畫邏輯 今天的大部分的創作方式都是一種影像邏輯 他是從 對 就是修圖片的邏輯 他其實是修圖片的一個邏輯 他今天可能甚至是一種 對 我先跳題回應一下 我自所以每次說 其實畫面在告訴你 那個你覺得好像不可能為真的那個部分 他其實 我當然知道我每一筆下去 或每一個動作在做的時候 現場沒一張話幾乎都可以回溯 談某些煞達 我也知道我這一筆決定換色 或我這一筆決定畫上一雙滑輪鞋的那個念頭 是哪一刻發生的 他怎麼來 可是我不知道他 可是我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你知道嗎 我其實 我當然可以畫上一雙靴子 但他可以畫上一雙 我第一雙滑輪鞋 他所帶來的能量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那個滑輪鞋 他到底那一刻從哪裡來 我不知道 我只是突然接住了他 然後他手上的那個托盤 我也沒有想過我要畫這個托盤 而是他在這一系列的剎那裡面 他好像一連串的語言 就跟隨著這雙滑輪鞋 一下子全部通的一起來 然後他的平身的換色以及 雖然給對別人而言也許不那麼重要的那些訊息 這些東西就好像是在畫那個藍色的女孩一樣 但我發現我在畫那個藍色的那個突然 我發現我觀測到畫了他一對胸部的過程中的時候 這整個人他突然就從很遠的深度 他全部一整組的訊息通通一起過來 但我其實我要說的是 我當然知道那一刻念頭 他出現了 可是我仍然沒有辦法回答說 他怎麼出現的 然後我一做的就是我繼續回應他 我知道你的意思 因為他剛剛講的這一段 讓我想到我兩三個禮拜幾 去看那個金馬影長有一部紀錄片 是那個Leo Cohen 那他有一段的描述跟他非常像 就是說其實藝術家所有的創作 你當然知道那個發光的剎納 但是你不可能把那個東西公式化成 你可以不斷複製生產的過程 對對對 但是所有的創作者都是這樣子 對 都是這樣子 我們要不要 因為你剛好 你剛好站起來 我們要不要等一下有個環節 可以帶大家看一下 做分享一下 好吧 那其實我覺得其實就是 要看哪一間 具體 具體 其實我在看你的那個大葉刑航的時候 好 你那時候沒有跟我講過那個 你畫那個的背景 是明明萬利的最後一年 可是我那時候 因為我好像 在看那件作品 在寫介紹的時候 我就感覺那個 場景讓我想到有一點末日 末日 跟狂斑的感受 是 他最後 我們要不要就走到大葉刑航拍攝 好 我先問一問你 我先放在上面 看他們 好 我等一下在他耳邊講 現在嗎 好 好 謝謝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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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覺得這其實 他是他 對 對 我其實一直在 來回的就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 二十世紀初的 會畫 一路往下推進 你從局部的 斷帶的特徵 他都是 短程是進步了 你就切一個短片來看 他都進步了 從他印象派 表現主義 一步一步 他甚至到了那個 瀑布 他都打開了一些框架 可是就如果你把它放成一個四十年來看 他會畫 我個人 以及包括我一些真正 熱可的會畫的朋友 其實他其實都是退步了 即便是走到今天很厲害的大師 他真正裡面 繪畫裡面的現場的創造性 都已經 失去前面非常非常的多 現在的繪畫 他大部分都有一種 當代的繪畫或是影像 都出現一種碎片畫的特徵 他整個畫 向內凝聚的能量 一直在往外飄散 他一直是一種短程邏輯的編輯 比方說我剛剛一直在講 影像邏輯的編輯就是 他一直在一個很淺的數學運算裡面 比方說像是 某些濾鏡的特效 我們一直好像在追求某種 現代化影像當代的特徵 事實上你如果硬要框架說 這是一種當代的特徵 無可厚非 因為當代的現實 其實已經從 一個盤眼前的進入 來到變成 IG上面無數的短視頻 與裝載各種特效之後的 無論是平面再創造 或者是真實影像的重新編輯 可是他其實都背後都有一套 運算的邏輯 比方說我們以前在用照片拍攝底片的時候 底片從充映的時候 它透過暗房 它有一個每一張相 每一種相子它都有一個它背後的Curve 這個Curve是物理的Curve 是它天天上帝創造的這個物質特徵 自然存在的一種連續調 每一種底片都有不同的物理特徵 可是今天我們所有人觀察的這個物理特徵 被侷限為三種 一個就是三星的 一個就是蘋果的 一個就是HTC或什麼的 每一個影像它的原始影像 進來以後它都透過這些公司 做過第一次的影像編輯 這個影像編輯隱備了一條影型的客服 以至於我們所有人看到都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都是約束化了一個結果 然後接下來再進入到不同的軟體 Flickr 我第一次發現Flickr以後 我發現它一定對我的影像做了一次重新編輯 雖然是我的照片 你在Flickr裡面看它會特別的鮮銳 它其實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東西了 每個人都會很喜歡這個東西 後來雨後春筍的各式各樣的APP 一再出現 大家都重新迷上了這個影像裡面的自己 以及甚至是美圖修修或什麼 它已經不再觀測這個現實世界自己美或不美 它一直在看這裡面 以及我要眉發一張圖 我甚至已經不在乎我的原畫 是不是畫成這樣了 創作者也大 當代創作者也大量的接受這樣的繪畫特徵 它在這個影像編輯裡面 這種短程邏輯裡面 尋找到了很多樂趣 比如說Peteer Doyle 或者是像 我去讀暫時局部就比較有力 它其實都在這裡面 可是大家都覺得這是一種當代 影像當代化的特徵 甚至是逸品也不斷的喜歡去描述這些部分 可是就我真正來看 繪畫真正核心的那個筆刷以及像 繪畫我覺得真正的 我個人的偏見的部分 它偏向圖 而不是偏向影像 影像是一種一次全給的一個東西 就是一次就攝取進來了 它是一個進來的東西 畫是一筆下去造型 是一個創造 即便是它不見得是那麼創造性 它是一個有創造 怎麼講 你發射出來的一個過程 影像所有的特徵 即便你是再去覆蓋它 繪畫它 找到無數種描述它的邏輯 它其實同時都是瞬間進來 它通通都是 它的運算 包括當代的特徵 都是瞬間發射出去的 它使得我們創作者 進入了一個編輯的 怎麼講 你其實從你的作者 主體性退位 你成為一個影像的編輯 你成為不斷的在選圖 你成為在用Ming Journey 那個AI作圖一樣 你成為只是一個 下出各種指令 試圖捕捉一些好畫面的人 你從創作者的位置 其實你已經自我 個人認為是自我嚴格了 我覺得就短程來看 它今天這個步驟走到今天 是一步一步到這裡來的 比方說我們從現在影像的這個 APP的軟體來看 前一步就是大師就是Gneed Gneed 其實它就是一種 它把 它可能某一個製作的過程中 把一些影像 它做了一些 照片的彎曲或什麼 它再重新再 重新再再製造 其實它是一步一步 它推導到今天後面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 到了最後的結果 其實是 主體性的消失 其實不只是繪畫這一件事而已 從 AI 不只AI算圖 包含 大數據偵測 拍攝 我們整個世界現在都在 使我們人類的 作為作者的這個主體性 一直在登出 你使用Google Map 決定你未來要走的路線 你使用那個 反正其實還包含 可能從 十五二十年前我在英國 聽到我太太老師那邊 在講一些 新的當代的哲學 新的思潮 其實一直從Materialology 或是一路 人類是什麼 它一直通通都是在 像 故事有畫 有一次在他的文章 那個短篇裡面寫的 其實我們一直在 有意識的在消亡這個 作者的主體性 但是它是從肯定的角度 我是從相反 我是從 否定的一個角度 我覺得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 就是說 我為什麼會回到 上個世紀初 因為我覺得 這個繪畫其實真正核心的創造 在那個部分 一直都還能夠持續的打動我 即便是 我們今天用當代的繪畫邏輯來檢驗 仍然可以去看一張很好的 維拉斯貴姿 維拉斯貴姿的話 並不需要透過 美術史的教授 去分析那個小公主 背後的畫師 以及什麼 靜色這些東西 不用 你只要看到它 隨便的 前面畫了一隻小狗 或者是遠端的小人物 你都可以感覺到 畫師在這裡面 蘊藏的天分 以及它對於繪畫的物質面 以及技術面的天才與理解 這些特徵 在我今天假設再重新 臨到羅浮宮或佛拉多美術館 都不會因為 進入當代繪畫的語境 而消失掉它珍貴的特質 對我而言 這些後設建構起來的 邏輯特徵文具對疊 完全沒有辦法解釋前端的部分 各位很快追問 所以你的意思好像是說 比如 想要有一些從影像出發的 就我所認識的 比如說像佛拉 像Candridge 或是像Fitcher 那你覺得他們的狀況就會比 比如說像Possilis 比如說像Codra 這群藝術館 就覺得他們用影像出發的這個程度 更多了一點 然後 Possilis Kiefer 然後 我覺得像你剛剛講 Candridge這些人 他們的創造性還是很高 我覺得他 他事實上是雖然是用影像 但他其實並不是在講畫畫這件事 他其實是開創了一些 新的使用影像做為創造的這個 創造現場的特徵的一些創作者 他們沒有這些問題 可是像 對 我覺得沒有這些問題 但是有其實大量的人 是在模仿他所創造出來的這個特徵 繼續在後製某一種類似動畫的現成影像感 比方說 我忘了我要說什麼 但是大概就是 我們其實很多的人都在後續在模仿這些影像的特徵 而不是把影像當成 他的 Candridge可能比較 Candridge可能是比較在影像的創作 但聊Dumas 他都是從 清文讀變 造成的 他很精彩 可是 應該講說 我覺得Dumas畫很精彩 可是 如果要比前代的那個 二十世紀初的大師 我認為那個 他只是風格化了一部分 比方說 呃 瀑布藝術 瀑布藝術的本質 好像其實是 推翻了掉前面經典藝術的某一部分 帶有一點 達達的圖案式的達達 達達特徵 就是有一點 反 反經典的那個特徵 他的核心其實是這個 可是今天我們看瀑布藝術 不論是看Digiton Stern 或者是看Andy Warhol 其實最後我們還是把它美學化 我們把它是 構為一種 視覺特徵 來 看回 繪畫這裡面 就像說 我們其實在看 變成 我們原本不能欣賞漫畫的這種王點 我們突然覺得當Digiton Stern 把那個大的那個漫畫變成這樣 我們突然開發了一種新的美學 他又重新回到了視覺美學 而不是達達的這種觀念 觀念的狀態 我們原本從瀑布走出來 開發了這一塊原地 其實本質上 回到今天 我們再回來看 其實改變了 我們要不要 我們挑幾件作品 就是稍微 發展一下 這樣的特徵 可是我後來為了要重新 取消 這個畫面的存在感 他增加了一艘隱形的 透明的小船 這個小船使得這個水手 這個被捆綁的水手 就是一組邏輯 他與他有直接一組 所以這兩組邏輯其實互相 勞頓與互刺 當我畫出這組小船了以後 我突然好像得到了這個 這個是在今年可能 三四月的時候畫的 然後突然得到了這個小船的能量 以及吉他的這個 吉他這個圖像好像對我帶來很多能量 然後接著他馬上 然後吉他的部分的頭像我們這邊 然後有一個 可能蒙古特徵的 終點大師 其實也就是我自己 終點的特徵 然後有一些那個 殘餘啊 就像蒙古的 東方 北方草原的那些 特徵的 摩擬景標準 然後有一個還有其他的 我覺得很像東方筆號 就是貝斯的 你說很像東方筆號 就貝斯的 東方筆號 對 對你說成有些 像東方 平面畫 繪畫特徵的這個東西 終點子 我們也討論過 我自己這個部分 其實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我太學知道 我有這些部分 然後吉他的部分 就突然跑到這裡 當這一張出現以後 立刻他又轉色出了 第二張吉他 同樣一組 一個中年大樹 跟一個彈吉他 他就進入現代化的社會 這個人拿著一個 可能的名字 然後這邊有一盤 小水果 翹著腳 其實這邊 原本處理了一個 巴黎天堂 然後 這邊有一些 小的尖塔 然後有一個 比較現代化的人 彈著吉他的特徵 他伸長的手 拿了一個 蘋果的耳機 給他聽一首歌 他產生了一組 新的 比較現代化的 對話的關係 而小船的部分 就從那邊 就突然就發射來了 其他的這些話 從那邊有一個 那個 小船上的彈吉 然後在這邊 這卡著 那個手機 看著他自己 在 手機APP裡面 美麗的特徵 炫耀了他自己的 珠寶魚 手勢 以及新的靴子 然後他的彈範 好像跟他 存在一種 隱形的 即將爆發的 等待很久 小小的搜狐 或者是到了這邊 這個 核桃小舟裡面 呃 前面是豐收虎魚 後面有一艘 無人的小船 然後最後 所以我再到這一張 這個 大夜景 剛剛我們前面 一直在講說 我其實這張畫 一開始 是有一個 有一個啟動的 原始的 故事背景 它一直沒有被交代住 原本我是要畫一個 呃 明代的 立馬洞 就是那個 傳教士 最為傳遞西方知識的 呃 施政主義科學的 教會 教士 來到中國 是以他的 話語 打開中國的這個 現實 這個 不知世界的這個 靈性 靈性世界 以及 他當時遭遇的另外一個 法師叫做 雪浪彭恩 然後他也是一個 中國那個 抽象的那個 呃 產中世界裡面 反正就是他兩個 是世界相反的代表 他們曾經有過一次教會 然後 回去之後 他們各自 他們有過一個大的辯論 然後 在一個晚上 然後 他也是 立馬到衝刺回去 然後大家 總之我覺得那個 這個故事 對我也帶了一些啟發 他好像是 中國 整個文明的 對我而言 好像再有一種轉類點的 一個 小特徵 我沒有解釋這個故事 總之 一開始我這個畫 沒有要畫 呃 船 原本是畫了一個 戴著那個 你戴著那個帽子的一個 帶有一點點西方特徵的人 他畫著畫著他 他 一開始他的鎂粉要交代一個 是一個室內的床 可是畫著畫著他 其實最後完全 不往那邊走了 然後 他的面面容自動變成了 一個現代人 我甚至在這裡面 交代了一個 那個 呃 這種衣服 但其實裡面 是一個現代人 就是我說 畫著畫著 畫 會自動會 take over 這個訊息 就是 就是像這樣子 當時 比如說 2019年 我也不知道 小神仙的那個人 他 為什麼裡面 也是一個 穿著現代 衣服特徵的人 而事實上 穿著現代衣服 特徵 遠遠比 穿著古代衣服 特徵的人 能夠解釋更多畫面 裡面的訊息 與內容 以及能夠更能統真 這個畫面 這張畫還是一樣 從這邊開始他就 立刻就歪掉了 然後這邊 有另外一個 好像一個法師 好像 拿著一個酒服 倒酒 好像他已經被罪了 一個場景 然後 這邊好像 施著一個 理性的法術 理性主義的法術 在一些書本上 有一隻酒服 冒著一個煙 背後 威尼斯的場景 也可能是一個幻覺 然後可能是 他施了一個法術 然後這邊 有一個 羅女 好像也在 小小不合比例 羅女 在他的夢境裡 控制著 某種程度 或許 控制著他 另外一方面 好像 這個 一個 施法術的理性主義者 成為這個畫面 最重要的 力量 釋放 場面 釋放的主軸 因為包括後面的場景 可能都是 幻覺造成 可是事實上 如果觀測到他的 懷抱裡面 又看到另外一個 小的法師 光著頭 穿著一把 小笛子 這個小笛子 好像其實也在 就是說 他彼此 交互 敘述 交互 控制著對方 如果說 這裡面有一些故事的特徵的話 這些故事的特徵也是 自己形成 我在畫的過程中 其實 壓根沒有想到這個 這些原本 是要處理地板的特徵 但是當我突然 意識到 我突然畫出一個 這個 船手的過程中 我突然發現 一個公斗拉 很明顯 要出現了 其實並沒有交代 太多船的部分 只有交代 這麼兩三筆 然後 從後面拉過來 然後 後面的 海跟 暴風 遠方暴風雨 他就是 自己 他自己就會生出來 我這個後面 原本壓根 沒有要畫一個 建築物 而是在這畫的過程中 我為了想要暗示 我加了一些 堅持 有一點 有一點透視感的 低音韻 在這個 向下 推上在後 退縮的這個特徵 而這個特徵 突然告訴我說 這個成為 這個大的拱勞 事實上 就比如現實來 觀察的話 這也極為不合或比例 可是在觀察一個圖面的時候 根本也無礙 然後這一系列 他都自動 寸出空間一點 其實也沒畫多少了 威尼斯的場景 就我剛剛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我根本 我其實根本不知道 我要畫這些 我解釋了 我跟別人講 可能別人 不可能相信 可是如果我從 最前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銀行的 很簡筆的 這個小船 投射到吉他 吉他 再反射出另一百的吉他 以及他的船 一系列這樣投放出來 就發現 為什麼交代說 真的是在這一年中的 同一段時間的會話 就是他其實 他們就是 哥哥但弟弟自己 一路從 故事裡面種出來 我真的也很害怕 把事情講得這麼好 這樣 你知道 個人主義 或者是生命主義 但是 但是其實真的 他就是 他真的是 是有這個這樣子 雖然我也確實知道 我在每一個 畫面中的沙拉達 到底做出了什麼取捨 我為什麼 但是他這些念頭 從 對 講完了 謝謝 我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自己 我自己 作為一個非創作者 作為一個寫作者 然後 長期觀察 不同的藝術家的感受 是這樣 就是 其實我覺得 會畫他的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 就是說 在人類社會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是在於 你其實只要起心動念 畫幾個輪廓 大家就可以 可以看出來 這個是什麼東西 所以說 你其實剛剛 介紹了非常非常多 你起心動念 在畫面裡面的一些 可能出現 但是你不講 不一定 大家會看到 但是你一講 大家都會 馬上把它變成焦點 這是為什麼 其實是因為 他會給 就是 繪畫 他其實是讓一個 潛在的東西 變得實在 然後 他其實是有一個 不同的狀態 然後讓他 你是改變那個狀態的一個角色 在 就是 在跟公眾做對話 所以 我覺得你剛剛介紹的是 非常多 衝 就是說 在 假設你是一個作家 你把那些場景寫出來 都不合邏輯 但是在畫面上 他是有一個 完整的 性 所以我覺得 呃 這是一個 你剛剛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 呃 就是作為觀眾 質疑 這樣觀察的一個過程 所以 你剛剛分享的其實 一方面是 你作為藝術家 工作的過程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要知道 就是說 作為藝術家 做展覽 你不一定要 你不一定願意把 這個所有的過程 給觀眾 講出來 是有原因的 原因其實是在於 你一講了 因為這個線索太強了 大家都是照著這個暗路 鎖鏡 就變成連連看 所以 我覺得 今天在座觀眾 然後聽了你的部分 然後 也聽了完整的講座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你可以同時接受 你完全沒有聽 藝術家的過程 看作品的 這種感受 加上 藝術家給你的這個 個人創作路徑的版本 然後 把它做一個比較 就是 保留它的複雜性的 一種 呃 閱讀方式 我覺得做這個閱讀畫面 畫面本身的複雜性 其實可以比我們 就是這樣 製造出來的這一套 複雜系統 有價值的奪勞 我只是說誠實的告訴你 像今天早上告訴你 啊 剛好有這個故事 作為一個背景的情況 事實上這個故事 可以解決 並不需要 可以 可以交代 那這話最後其實也不是在為這個 茶谷做服務 作為一個茶谷在做本 為他做服務 而事實上 這麼具象的內容 我事實上以後也會 變得更少 嗯 變得更少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需要 藝術家做回答的 其他我可不可以問你 那我直接問你 那我直接問你 嗯 因為小長說的這一套 其實 他講得很清楚 他很懂 有機身講一個動機 要啪啪啪的就 那因為太鮮明了 那而且他 我覺得講 你想要聽一個第三者的角度 對 然後我要想要聽說 你覺得 這樣做成功嗎 但講成功 你覺得有點是什麼 因為我一直覺得 繪畫是很難解釋 不像 普普 喔我們講一套 打打給講一套 就是它是很難講 那你覺得它有進展 然後正面的或成功嗎 那到底有個意思 就你嗎 因為它的股定很多 就你一個研究 研究 研究我個人的版本 好不好 嗯 因為陳醫師在問的就是說 從第三人 第三人稱的角度 怎麼看 接受最大選數 對 我個人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部分就是說 我自己覺得 嗯 小檔 它在 從兩千年到現在 每個階段 我個人感覺 稍微簡單的講的話 可能是有三個階段 當然 每個人看不一樣 就是說 你怎麼在一個時期 穩定的製作 有系列性的創作 然後達到某種成熟度 然後再到另外一個階段 它不一定是 嗯 要跟前面的一樣 但是 要怎麼讓大家接受 這很難的 這是一個悖倫 我覺得特別是一個當代藝術家 特別是畫家的悖倫 就是說 你要做的 每個時期跟以前不一樣 但是讓人家又 接受說 它是有某種延續性的 然後在所謂的 藝術生涯上 它是 要所謂的 往前走 當然是打引爆的 往前走 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說 嗯 它在 所謂的這種 嗯 藝術家 跟這種 不同的空間 它可能是有當下的空間 有過去的空間 然後有 不同的 繪畫線索的空間 然後還有 就是說 回應展覽的空間感 嗯 然後 回應 所謂的 呃 自己跟 工作室的所謂 親密的時空 嗯 還有它剛剛講的這種 譬如說 它怎麼樣面對 呃 作為一個成熟藝術家 它怎麼面對 呃 無法想像的 譬如說疫情 它其實是 在疫情的時空裡面 它是有做到某一種 就是說 呃 用它的話來講 就是說 反而是讓它一個氣質 進到社會 的時空 因為 它反而就跟 佳麗的人 很有連結 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 就是它一直在捕捉的 我覺得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創作一直在捕捉一種 呃 高 強度 或者說很高的張力的時刻 那當然某個程度上 就是說 它的這一個線索的創作 它其實是 我們用 簡單的描述來講 就是說 它是一種 從微心的角度去 就是說 它要去 一個 對 心理的空間 去做寫作 然後 我覺得 這一個心理的空間 要找到某種強度 呃 感受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感受在最後傳達出來 我覺得 呃 這個是 小檔的一個 創作的一個 一系列遞進的過程裡面 呃 的其中一個部分 然後我覺得今天我個人的話 想 主要想分享就是說 那到底有多少 維度的這種 藝術家跟空間的互動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 在 呃 從畫室 然後到展場 然後到他個人的這種心理空間 然後 最後再走到畫面上 然後去看畫面 怎麼樣給你這麼多東西 然後 對 這麼多程式的東西 它不會一次出現 突顯出來 那我覺得剛剛 如果要我用簡單的一句話去 回答 呃 您剛剛問小檔問題 或是說小檔的回應 就是說 影像跟所謂的圖像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圖像它不會一次給你看到全部的東西 就算 就算 這是我們在一個快速消費影像的時代 會覺得 影像你一次 看到一張影像 只要一秒鐘 就讀到全部的內容 因為 它沒有死角 但是事實上 圖像不是這樣 也就是說 呃 它有很多潛在的東西 你慢慢看 然後 或者說 經由它的引導 圖像都是這樣的 永遠是經過一些人的引導 呃 然後看到很多細節 對 有時候去跟人家在郊外走路 然後有想到 它會跟你說 這些遺跡以前是幹嘛的 這也是一種 閱讀圖像的一個過程 它不會一下子 呈現給你 那其實在當代的社會裡面 呃 譬如說你在走一條道路 它這些都是影像 因為它就是一個非常清晰 然後你 你一看就知道 它的功能在哪裡 然後它沒有任何 呃 潛在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呃 閱讀圖像跟影像的一個主要差別 對 那 我們再聽最後一個 呃 問題 或是一個感想 那我們就 今天就 看他聽到 聽到 聽到 呃 從剛才來描述 啊 欸 你的當代會要其實看起來是 亂七八糟 自己創造 其實有自己的秩序 是 你的會畫性雖然不是賽上 可是你的會畫關係 其實還是嚴謹 那 可是你又 有很強的反動意識 就像剛才李先生講 呃 他不是神秘化 可是你在接續觀察 或者引入 你自己的說法 呃 在這種即興過程中 你又覺得它不是即興 它是有一個接續性 那 這裡面就有一個 當代性跟 現代性的差異 可是你兩者是又矛盾 就跟他講 他這個悖論 又會合在一起 可是你剛才一樣歌頌了 韋拉斯貴茲那種古典化的神光 你又在 欸 影像跟圖像之中 你站在的是憂心的 不是故事有的 肯定的 可是你在 可是你在臉書寫的時候 好像在 軟慶樂那邊 你有拿掉 其實你又好像 又要肯定那個 當代的數位性 所以其實你有很多的 複雜 勞頓 是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 當代性做工的 就你表面有塗鴉 有亂七八糟 可是 你的邏輯 你在畫面看 看整個全場 其實沒有敗筆 其實怎樣 沒有敗筆 因為一般的敗筆 你的衝突性 其實是因為它孤立 它沒有其他的 孤印跟資源 但當代性會話就是說 它在未完成裡面 其實只要有 孤印跟資源 繪畫性它都可以產生關係 只要關係成立 只要關係成立 不管你畫多少 畫淡 畫髮 畫粗魯 畫細膩 畫什麼 其實它都產生的關係 也就是說 你自己 有你自己對繪畫宇宙的關係 而這個東西 在呼應你 擔心影像的問題 然後也微微的趨向於古典的肯定 甚至覺得現代到廢話 現代到當代的時候 其實是衰落了 退步了 你剛才這樣講 所以你的精神裡面其實是古典 你的圖像裡面也產生了歷史性跟古典性的氣味跟氛圍 可是你的畫面本身是當代的戰鬥跟反動性 是不是這樣 我有時候表達的東西都會故意 會到哪裡講 對立話 我特別喜歡用悖論的方式 去引申一下你從我的臉書 你一定會發現 我好像都會故意把畫管著說 但是把畫管著說的真正的目的 並不是要完全否定 某一個觀念 而是其實把畫管著說的時候 才能夠找到帕倫他的這個立場 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那忘了我在紀元還是在哪裡想過相反的敘述 我也有把它刪到 其實有時候也會自覺到 我在表達上那個矛盾的那個落差 但是如果要把它講清楚 有的時候可能要寫一大杯 我就會想說 算了算了 都拆掉 因為我背後已經夠多了 然後我其實 像你剛剛講的 是 這些畫其實就 我都會故意把它講說 這裡面每一筆都很爛 都是小帶瓜都可以畫出來 可是其實就某一方面 它其實也是技術很好的一種特徵 我們都是故意用這些 呃 悖論的話 去支撐 另外一種敘述 所以它 所以你知道你在講說 看起來好像還有一些故事 可是大家先組成邏輯 又帶有一些 當代 當代 組成組合的邏輯 或後現代之後的一些 壞話之類 對 對 所以你的骨質 跟你的表現的方式 其實是一個戰鬥的勇士 自我戰鬥 我覺得 也不見得是自我戰鬥 就是說 好像 比如說我今天面對你對話 我尋找這畫裡面 我可以站立的地方 去發出內容 我都沒特兒 或是我在畫畫的時候 我也是在尋找畫面 給我的火花 找到我可以去畫 先生的內容 事實上兩張畫 可能它邏輯對重 或者是它是一個現實 比較接近印象的邏輯 非常比較接近 原始粗獷的邏輯 但是其實都沒有關係 只是早就找到一個 藉口出發 我覺得人的心智是一個 活躍的有機體 不需要 無關治療 無關公職的事情 不需要 背負著邏輯 是前後完美和諧的立場 事實上 隨時隨地 在作證言書上 寫一下這樣的 我這邊表達一下這樣 我突然 我今天 也許別人 用另外一個立場 我還問我 我可能會產生那一種 相反的 畫素 來描述這件事情 對